作為一個負資產業主 我擔不擔心 其實就不太擔心 因為本身你都需要一個地方住 你只不過是將租金變成一個公款給我 雖然現在公款公司 無緣無故多了大約四千多 但都叫做Affort 負資產是說什麼呢 就是你買了一個層樓 而再賣出去是資不遞制 即是你需要抬錢去賣樓 層樓本來是你手上的資產 現在你要賣樓 你是要抬錢去補差價 你才可以賣到你手上的資產 其實都挺心傷的 負資產的數字在2023年第3季 統計數字就是11,123宗 這個數字都相當驚人 因為之前基本上 這個數字的賠儡是在128 而在上一次過了過萬宗 負資產的數字去到2008年 那時候超過一萬宗 再誇張一點就去到2003年 超過10萬宗的負資產數字 負資產的成因基本上有兩隻 第一個就是樓價跌得太急 由上年跌到現在 基本上平均來計我估計應該有18% 甚至是20打後 都是猜的 因為政府的數字有少許滯後 如果你說官方數字就告訴你 大概是16到17之間 樓市調整或者跌 其實基本上有市場決定的 另一件事就是 在2008年當時 香港經歷過一個跌市 去到2010年當時 政府金管局推出樓市周期措施 它是限制了按揭成數 推出之後基本上負資產是完全不見了 因為當時按揭比樓 去到4成多 甚至5成多 接近6成的 價值100萬的樓 你給了大概40萬元 60萬元的手機去買 那你向銀行借40萬元 如果你說樓市跌10% 其實都還沒有跌到 令銀行扣洞的情況 除非它一次過跌到 大概5成多或者6成多 發生的可能性相當差 所以你在那幾年 是聽到任何負資產的消息 而為何最近多了一些負資產的消息 就是因為2019年 放寬了按揭成數 林鄭Pan 波叔Pan 推高了市民向銀行借梯的成數 原先買樓 你一定要付4成 甚至不成首期 去到現在只付1成或者2成 首期就能買到 除此樓價的調整 其實它很輕易跌10% 甚至來現在都見20% 之前所付的首期等於是歸零 然後你就拿了銀行一筍債 那就出現了負資產 其實為什麼會放寬的逆收期呢 因為過去 政府看到樓價不斷升 有意見市場有一批買家 是買不到樓 純粹是為了幫助它 當然另一個角度又托高了樓市 但沒辦法市場就這樣 很有趣 現在新聞講 基本上你去到2017年買樓的那一批 都是錢錢走的 你當2017年去到2023年 差不多5、6年的時間 你很難控制一個用家 即是他需要買樓結婚 或者生了小朋友 需要換樓那一批買樓 那一刻有個家庭需要買 你怎樣都要買 只不過政府提供了一個 吸引人的措施 你可以用一個很少的錢買到一批自住樓 只要你供得起就可以了 就像李嘉誠所說 自住樓供得起不用怕的 當然實際上他真的能幫到人 如果你是不急著賣 又自住又供到 坐一會兒 沒什麼所謂的 一天都是自己住的 雖然心情會差一點 除非你真的很急著用錢 你需要減攬 那這件事就 在市場環境 你要儘量減少才買得出來 這件事是 買家主導的市場 即是你不劈價 沒有人買 而為什麼報紙現在 是多了一些 蝕像的消息 黏黏黏黏的發生 負資產對香港樓市有什麼影響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心理因素 你問我自己知道 自己負資產 是否開心 所以 洗錢會少了 消費的勇望是少了 反而賺錢的勇望多了 負資產會釋出第二個信息 這個市場好像越跌越有 問我去到一萬多宗 應該還未到底 我猜應該大概一萬三千多 甚至一萬四千多 都有幾點 負資產和負資產有一點不同 銀行的 雖然是財務公司 發展商議案的 雖然是有一點不同 在銀行角度 它其實不害怕 因為如果你借它 高城壯欠 你都是處理 只要供得起 它不會搞你 因為如果它即時扣洞 它有機會 這筆帳 即時變成壞帳 而且又影響了銀行的明星 在銀行角度 是很蠢很蠢的 但小的財務公司 例如之前的滿明山 它都會扣理好 因為它本身就覺得 市場環境轉了 現在的利息 相對來說真是很高 五千多 它有借給你五千多 等於它借錢給你 沒有錢 當然不借了 那些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它將利息有五千多 便值10千多 我以前供兩千多 向發展商借岸揭的 人供五千多 現在我供四千多 或者三千多 向發展商公共款 都是五千多 在小的財務公司 他們覺得 生炎化銷 就想收回一些錢 所以他們會主動說 除非真是市場 跌到離譜的地步 跌多了三成 基本上 每個人都壓不了 包括正義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我是Louis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